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第七集剧评 舍世曼穿高跟崴脚 凌风悉心照顾中符合 剧评一千字 全面解析 第一部分 上集是回忆 交代刘江让舍世曼做集团代主席的原因 也在回忆后暗示刘江即将离场 这集开始就是介绍许少雄的年轻老婆 陈静的过去的事情 他怎么攀上许少雄 自己有怎样的过去 就如同第一集的时候 我剧评写的 光是陈静出场时候的这个打扮 就不是很正经的女人 75岁的男人 35岁的女人 怎么也不可能喜欢这个男人的身材啊 外貌啊 就是看中了这个男人有钱 因此 这集将故事核心 放到了许少雄和陈静认识的过程 第二部分 认识的过程呢 导演这个安排实在是有点让人感觉很儿戏 就像爷孙恋一样的 一下子就在一起了 如果现实中自己小费给不出 怎么可能一个女的上去主动给 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但这样也说明了 符合我第一集剧评的时候所说的 陈静这个角色是有心机的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的单纯 这集凌峰和蛇识曼的剧情 是导演和编剧故意的让他们一起多代代的 因为有钱人的车子 怎么可能会动不动就抛锚 这种剧情的设定实际上是比较老套的 但是细节之处 我们会发现凌峰很在意蛇识曼 而蛇识曼则表现出了女强人的一面 在这一集预告片中的 凌峰抱起蛇识曼的剧情出现了 对于这段剧情的安排 可以说编剧和导演 想一改以往剧情中的男主抱女主的常规爆发 虽然大家很喜欢看到两个人的CP感 但是这举得高高的 这种爆发真的舒服吗 不会更累吗 我想蛇识曼不会累 看着凌峰想起往事 这对看来早晚会附和 只是说凌峰究竟当年是不是偷吃了 是不是对蛇识曼不忠诚了 还是需要等后面剧情的揭秘 因为未必是凌峰出轨 剧情都会有反转 就等编剧和导演怎么反转了 第三部分 这集对于上级的钻石商场的问题 还是围绕发展 蛇识曼一个人升级打怪 以一人之力抗衡罗家良 罗紫义 彰显出蛇识曼以退为进的聪慧 以不反对赌场的建设为退 然后以钻石商场不可以干涉 他自己发展为进 看似好像蛇识曼输了 让步了 但是实际上 蛇识曼的这个以退为进 就是先稳住罗紫义 罗家良的势力比较大 自己还需要花很多时间 清除罗家良的势力 建立自己的威信 因此不能操之过急 一旦操之过急 就会让自己前功尽弃 因此罗家良就慢慢中计 认为钻石商场没什么用处 觉得让给蛇识曼也无所谓 而罗紫义这个二世组 却以为蛇识曼斗不过他们 轻敌的下场 就是输得体无完肤的开始了 结尾的话 这季黄浩然这个人物角色也出场了 虽然出场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在后面的剧情中 相信会是一个帮助到 蛇识曼的重要角色 看预告也应该会是 凌峰的情敌了 凌峰一心想要复合 但是现在还不会让剧情 发展那么快 相信剧情现在会慢慢 从钻石商场 赌场建设者两个项目 慢慢发展下去 然后就是看蛇识曼 如何将钻石商场 重新翻新搞好 赌场建设项目 蛇识曼又在最后 如何及时用 带主席的否定权 否决赌场这个项目 现在 罗家良的开心 春风得意的背后 势必会在接下来的剧情反转 这季凌峰的眼镜有个细节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爆蛇识曼的时候 是黑矿眼镜 但是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变成了白矿眼镜 这肯定不会是 导演和编剧的道具传帮 初步看下来 我觉得当凌峰 戴白色眼镜的时候 跟蛇识曼的关系 就更进一步 凌峰会再次争取 但当戴黑色眼镜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 和普通朋友一样关系 如果这个解读是对的 那么就是说 白色代表他们两个人 那两颗当初最纯的心 就如同这集 两个人亲吻的唯美浪漫一样 两人的演技在线 眼神的爱意是不会骗人的 只是杀出的程咬金 总是在阻碍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让这段爱情之路 就变得艰难 也让粉丝想要 对梁敬奇这个角色 讨厌至深了 其实让梁敬奇来演这个角色 说实话还是比较违和的 因为梁敬奇看上去 真的你有点老啊 但是梁敬奇 可能后续会黑化 和蛇识曼作对 因为这个角色 不会那么没有存在感的